你知道武松的命运有多悲惨吗 他是如何一步步黑化的呢 武松作为水浒中最浓墨重彩的人物之一 他徒手干掉锦阳刚的老虎 狮子楼斗杀西门戒 快活临罪打蒋门神等等 我们只看到了武松风光和快意恩仇的一面 却很少有人知道 武松的一生其实相当悲惨 在《水浒传》原文中并未提及武松的父母 但亲兄弟的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外形 武松一米八多 大体格又爱打架力气又大 武大郎一米四 矮胖蹲 还丑 性格懦弱 人称三寸钉骨树皮 两兄弟能长出这么大区别 大致猜想一下 武大郎估计在十岁出头就扛起了家庭 天天扛着馒头担子 有时还得扛着武松 生活的重担都压在稚嫩的肩膀上 外加营养不良 就只长到了一米四 而武松能长那么大体格 估计是武大郎把好吃的都给了弟弟 自己吃糠宴菜 因此两人名为兄弟 实际上却是父子 古人常说长兄如父 在这对兄弟身上就是最好的体现 可即便武大郎弥补了武松父爱上的缺失 母爱上的空白依然让武松养成了暴力的性格 一次打架直接将人打死 之后跑到柴晋庄上避难 但避难归避难 这讲脾气可是一点没改 稍微喝点马尿就爱打人 下人有什么服饰不周的也要挨一顿打 原本应该看人脸色的武松硬是让全庄人都不待见的 以至于落到了要自己取炭烧火的地步 偏偏又遇上了宋江点备 一下打翻了探盆 武松当时就想一拳头下去了结了宋江 好在被劝住了 否则水浒就提前挽解 此时的武松无异于毫无城府的傻白天 碰上宋江这么个精通事故的人静 很快就给拿下了 很快就哥哥哥哥的喊了起来 之后才是井阳刚打虎 成就了打虎武松的威名 直到这时 武松才有办法回家 与自己的哥哥重逢 又遇上了潘金莲这盘大水饺 彼时的武松无疑是幸福的 自己终于有了人样 打了只老虎 当了个都头 算是半个体制内的人 不仅得到了县太爷的关照 哥哥还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嫂子 这对于自幼父母双亡的武松而言 无异于重新有了一对爹娘 而故事的开头往往极尽温柔 武大郎带武松一如往常 潘金莲也同样对武松呵护有加 对武松而言 潘金莲名为嫂嫂 却弥补了母亲的角色 而潘金莲对此并不知情 他只知道打虎的武松 是杨古县的大英雄 女人天生的木墙 让他对武松被加喜爱 晚上再瞅瞅黑矮瞅的武大郎 这份喜爱就更加藏不住了 之后跟武松极限拉着 一个是将嫂嫂当成老妈一样孝敬 又是言语上的感激 又买了段精致的红愁 在武松看来 这是孝顺老妈的玩意 本就是人伦刚常 可潘金莲不懂这些 他见多了调戏他的泼皮无赖 只觉得武松是对自己有意思 天天自己又是花容月貌 没眼里都能掐出水来 哪个男人看了不流口水 终于在一个四下无人的午后 潘金莲一顿舒适打扮 又准备了一桌韭菜 对武松开始了爱情攻势 这一下给武松整不回了 我拿你当老妈孝敬 你居然想睡我 这种反差之下 才有了武松之后的明场面 潘金莲同样也惊了 怎么老娘的魅力这么不管用了 各种疑惑与困扰下 潘金莲怒了 先是倒打一耙 跟武松吵了一架 说武松欺负女人 两人闹得相当不愉快 直到西门庆的出现 潘金莲才重新收回了自信 却也给武大郎以及武松 欲演了一出悲剧 出差回来后的武松 就来到了人生的分水岭 整个杨古县的人都不清楚 眼前的这位打虎英雄 不过是人形恶魔 是人间太岁神 唯一能够让他懂礼数 明事里的人 却是那个三寸钉骨树皮 可偏偏那颗三寸钉 居然死了 还是惨死 武松一开始还考虑 用合法的手段 为哥哥讨回公道 可不论是王婆 还是西门庆 早从一开始就将一切合法的路子堵死 整个杨古县的司法系统 都被西门大官人渗透 即便武松人证物证俱全 也动不了西门庆半根毫毛 而这也恰好是王婆 跟西门庆的底气所在 也是所有正常人的常规思路 难道他五二郎还敢杀人不成 那杀人可是违法的 违法的是他怎么敢干呢 但问题是武松还真敢 一顿输出就结果了所有仇人 还是在正大光明的情况下动的手 事后也不遮掩 直接自首去了 此时杨古县的司法系统 又出现了恶心人的一幕 如果不是他们的不作为 根本轮不到武松当街杀人 但杀就杀了 违法也就违法了 天天武松还得到了百姓的普遍之士 官员大老爷们只能顺水推舟 多重减刑之下给弄了个赐培蒙舟 此时的武松已经无所谓是白身良民 还是罪犯了 唯一能让他安分守己的哥哥已经过世 他截然一身 怎么潇洒就怎么过活 之后无论是罪打蒋门神 遇上张都监还是大闹飞云谱 武松都是那个无所顾忌的人间太岁神 尤其是在大闹飞云谱中 武松不仅展现了自己水浒第一阶斗王的战力 更是将恶魔一样的秉性演绎到了极致 且不说其他好汉能否在飞云谱逃出生天 即便是侥幸活了下来又怎么敢回头杀一个回马枪呢 冤阳楼中武松一口气连杀十九人 事后更是在墙上留下自己的自号 从这一刻起武松就逐渐成了人间杀人 此后的每次杀人武松都毫无顾忌 甚至都乐在其中 而此时距离他井阳刚打虎也不过只有一年而已 仅仅一年时间 武松经历了从良民到打虎英雄 到体制内的都头 再到斗杀西门庆的莽夫 最后成了杀人无数的恶魔 或许此前的武松才算是活在这天地间 有着寻常人家的喜怒哀乐 可此后的武松无非是在人间凑数 无论是说话 做事还是杀人 都是随心所欲 他看不上功名利禄 却偏偏活捉了方浪 他一身武力 却落了个断臂的下场 他打得了井阳刚的老虎 却打不住大宋王朝这只黑虎 最终在返城的中途独自离队 继续过着截然一身的日子